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法师 作为同修 佛法的修学 直在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人生就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本人 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如果对于这些事情明白了 清楚了 这个人就叫做佛 就叫做菩萨 如果对于这一段事情 还不清楚 不明了 迷惑颠倒 这个人就叫凡夫 所以佛在经上常讲 圣凡 只在迷雾之间 就是这个意思 绝无聊 你就得大自在 迷了的时候 不但不自在 还要受很多的苦难 这苦难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我们不了解 事实真相 随着自己的烦恼 随着自己的知见 是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做法 所变现的 这些不吉祥的果报 也就是 许许多多的灾难 因此自古以来 世出世间的圣人 中国人叫圣人 印度人叫佛 意思完全相同 圣这个定义 就是明白 也就是说 对宇宙人生明白的人 中国人叫圣人 印度人叫佛 那我们佛法里面 分作世间圣人 跟初世间圣人 其实这种讲法 都是方便数 我们要了解 他的真实意义 这个真正的 彻底圆满的觉悟 军业的没有分别 如果还有世间 还有初世间这个念头 这种想法 这种分别 它纵然使觉悟 不够彻底 不够圆满 真正觉悟的 圆满觉悟的人 心底清净 决定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 所以还有世间 初世间 那还是妄想没断 分别执着没了 纵然觉悟 觉悟的也很有些 佛希望我们 每个人都能够彻底的觉悟 也就是说 希望我们 人人都成佛 成佛 就是成就彻底圆满觉悟的意思 所以佛呢 不是神 我们不可以把佛当作神明来看待 那就错了 神 还是媚旧 说实在的话 他们佛报比我们大一点 智慧比我们高一点 其实高也高不了好多 那么都没有超越三界六道 这些四根理 我们都要清楚 我们才知道 这个佛要怎么个学法 学佛的目的何在 学佛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成就 成就是果报 果报 每一个人都希望 过得幸福 过得快乐 过得美满 佛法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得到这个目的 无论在这一生 再来一生 生生世世 你永远得到幸福 美满的快乐 如何才能得到呢 要觉悟才能得到 怎么样才能觉悟呢 一般人家呢 那要教学啊 要清净善知识啊 佛在经上 也是这样教导过 中国孔圣人 也是这样教导过 我们清净善知识了 清净善知识 是不是真的能觉悟呢 我们知道 清净善知识 不觉悟的人还是很多 固然有觉悟的 觉悟的还是少 不觉悟的还是多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在教学里头也常常提起 好学 好学的人清净善知识就有成就 如果不好学 遇到善知识也是空过嘛 好学就难了 好学是不是真的 就能有像佛社这么殊胜成就呢 不见得 好学的人可以说 会有一点小成就 只要大成就 圆满的成就还不行 那还要加上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清净善知识就要大了 你看谚语里都有说 量大福大了 福大会就大了 大智慧 大福得了 从哪里来的 大行量来的 心量小 纵然好学 遇到善知识 成就还是小 佛家的教学也如是 你看小臣 清净善知识 大臣 加一个好学 普邪行 加一个大行量 普邪菩萨 心包太虚 量周沙界 又好学 又喜欢清净善知识 一生才能够圆满成福 要具足这三个条件 才能成就 三个条件 缺少一个 如果缺少善有 纵然好学 纵然心量大 也不能成就 为什么呢 没有基础 可见的 清净善知识 是最为重要的了 佛在阿南问师父 记兄经里面 第一段 教导我们 要亲近明思 明就是通当明了 这是个好老师 我们要亲近他了 纵然不好学 纵然没有大行量 可以达到 第一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断无修善 这个好老师 总是教你这些 换一句话说 真正善知识 绝对不会帮助人 正常贪嗔痴 帮助人正常贪嗔痴 那不是佛家讲的善知识 而是佛法里面讲的 我知识 什么我知识呢 帮助你造实我业 帮助你 鼓励你 赞叹你 做贪嗔痴 做杀盗淫 那是我知识 不是善知识 善知识 一定帮助你 断无修善 不但教你 他自己 一定也做一个好榜样 做出来给你看 你才相信啊 如果只是讲 他自己没有做到 跟他学的人 能信他的人 就不会多了 释迦摩尼佛 是最好的一位老师 最好的一位善知识 他说到 他做到了 你看他一生 对于自己生活所求 可以说 降到最低的水平了 一生过着 三一一波的生活 那么他出生 那个地区 是热带 热带 热带 确实 三一就够了 那我不想此地 此地有春夏秋冬四季 你的三一不足以保暖 他是告诉我们 物质生活过最低的水平 就够了 所以是吃得薄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 可以遮蔽风雨 你说多自在啊 身心都没有牵挂了 没有忧虑 没有一丝毫的压力 真是 神仙人所讲的 心安 理得 道理 明白了 心就安了 无论什么样的生活 心安 心安就快乐 心安就满足了 知足常乐 世间人 什么样的人最苦呢 不知足的人最苦 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这种人苦啊 所以佛家教学第一个目的 是教给我们 断卧修善 这是修音 修行 果报呢 人天佛报 因为你造窝 你决定了感受三窝道的果报 断窝就是断三窝道 修善就是修人天佛报 这个是没有出六道 是直清净明思 清净善有 就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 如果在好学 那它的果报就更殊胜 学能开悟 学能明理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逐渐逐渐通达明白了 明白之后 那个果报殊胜了 可以超越六道路回 所以要想超越六道轮回 不能不好学 世间真正的落 可惜现代人 没有注意到 没有想到 真正的落是什么 读书落 可是如果读现在书店里就卖的这些书 读起来不落 我看越读越痛苦 现在学校里教的那些课本 我看也越读越苦 所以我讲经的时候 曾经说过几次 来生不能做人了 为什么呢 上学念书 背了个书包都苦死了 后面干这个事情了 从前人念书 落 念什么书 神仙仙书 所以诸位下的 念圣仙书 落 佛经 佛是大胜大胜 那么你们现在在读经 天天读佛经 读的时候快不快落呢 我看也不见得 为什么读佛书不落呢 没入进去 只是多点字面 里面的一理没有体会到 如果体会到里面的一理 那就有落去了 那种落 是世间明文立扬 无于六成之落 决定比不上的 真落 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 落此不疲 你释迦牟尼佛一个人 我们难以相信 跟释迦牟尼佛学的人 有多少 这些诸大菩萨 诸大阿罗汉 在中国这些祖师大德们 过过都落此不疲 我们应当 要细心去体会 要细心去观察 这个是真正清净深邪 这个里头有大落 如果没有真正之落 没有大落 那些人 为什么跟释迦牟尼佛学 为什么不在这个世间 追求明文立扬 为什么不追求财富 追求权力 追求地位 他为什么不干 他跑到深山 跟大自然为伍 那个落 绝对不是世间人 所能够体会的到底 那么更进一步 刚才讲了 心量脱开了 真的是心胞态虚 两周杀戒 念念 为一切众生着想 为虚空伐戒着想 那么这个心量 在佛法里面就叫普贤心 无论他修修什么法门 这个法门都叫普贤法门 是以心量 把他自己修学 功德 拓展 拓展到最圆满 最究竟 云尘佛道 这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断我修善 脱离三我道 得人天佛报 第二个阶段 脱离六道轮回 往生到四圣法界 是法界里面的神文 原觉 菩萨 佛 这是破密开悟了 最高的一个层次 就是脱开心量 没有一样不能包容 心底真正的是 真诚 清净 平等 这跟诸佛如来 完全相同 超凡如神 凡是舍法界 超越舍法界 肾是一真法界 华言经讲的华藏世界 净途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 那是神 超凡如神 这种事情 是属于教学 是属于教学 你要不教 不肯学 你怎么能成就 佛菩萨甚至是愿意教 他在教学里 都是大受用 得大快乐 可是他有没有人来学呢 哪些人来学呢 佛家常讲 佛师门中不识一人 只要有一个人肯学 佛菩萨都来教 所以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 常常看到 当几众 当几众是 就来当学生 除他之外 别人是旁听的 你不要看一个法会 来了几百人 几千人 真正来学的 也不过两三人而已 其他一类是旁听生 这个真正来学的人 得利益 来旁听生 接了一点发愿 换一句话说 听到一点 佛学常识 佛学的知识 真正的利益 得不到 怎么说呢 佛讲了这么多道理 劝他端窝修善 他懂了 窝断不掉 善不肯修 这旁听生 真正做学生的人 那就得真干了 真的端窝 真的修善 那是正寇僧 那个在佛法讲 当即咒 所以佛的教学 非常慈悲 只要有一个人 他就注释 他就肯教 教学的成果 要把悟人 教化变成善人 要把坏人 教化变成好人 把迷人 教化变成觉悟的人 这是教学 不是说 这个人坏 开除掉他 不要他了 那个教育 是失败的教育 那不是成功的教育 成功的教育 变化气质 那么众生 可不可能变化呢 决定可能 肯定是可能的 但是众生的 业障烦恼稀气很重 善知识要有耐心 不时一天两天 就把他转过来的 我们自己本身也一样 我学佛47年 47年才转过了 才回头 可见的 不是一个很用功的人了 不是佛经里面所讲的 上根立志 可是 天天学 年年学 其而不识 不知不觉 就转过来了 就真转过来了 你一天到晚 齐心动念 决定不会再为自己想了 为自己想 没转过来 为一切众生 幸福着想 为一切众生 消灾灭难 着想 那真的 就回头了 所以我们的学习 要跟老师相应 老师是佛菩萨了 佛菩萨虽然没在我们面前 经典摆在我们面前 经典就是佛菩萨的教诲 独送经典就是清净诸佛菩萨 那么这次到这边来 时间虽然不长 同修们 要我把这个了凡思讯 跟大家略略介绍一下 这个也很有必要 了凡思讯 内容 深信因果 改造命运 现在这个世界 我想同学们 也许都看过很多 中国外国的语言 现在这个书店上好像很多 都说 1999年 2000年是世界末日 是不是真的世界末日呢 很难讲 灾难肯定是有 所以 了凡思讯来读读 来研究研究 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以这个问题作为中心 我们用了凡思讯来探讨 西方很多语言家 像最有名的 是16世纪的 法国的诺斯丹姆 这是最有名的 那么我们 读了他的传记 看了他的全书之后 他是什么角色呢 了凡思讯里头的个孔先生 他跟那个孔先生 一样高明 算得非常准 算得很准 没有法子改变 了凡先生以后遇到 云古禅思 就改变了 所以灾难是有 能不能化解的 难 你懂得道理 懂得方法 就能化解这个劫难 如果不懂道理 不懂方法 那就没法子了 诺斯丹姆是不懂这个理论 不懂方法 他看到这个现象 提出警告 说是众生造罪业太重了 上帝发脾气了 要惩罚众生 那就没法子了 这是把这个责任 推给上帝去了 这个实际上 不是如此的 所以我们这几天 有这么一点时间 再一块研究谈谈 也是好事情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题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